女人家暴跟男人家暴有什么区别吗 为什么男人家暴无法容忍 而女人家暴却经常被原谅被忽视 故事中的男生被女友无情地用开水烫 用板凳砸 并且还留下的不可愈合的伤疤 这种感情值得继续下去吗 这种家暴的女人你愿意娶吗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接着我一起看看 连图雷老师都要怒斥的女孩 是如何发展要家暴男生的 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女生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他就是老要跟我分手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了 故事的男主人公小蕾 今年22岁来自安徽是一名厨师 女主人公小黄22岁是一名营业员 女孩看着亭亭玉立 怎么会是家暴的女孩呢 两人是从初中就开始认识的 当时两人是同桌同学 因为那个时候经常冬天很冷的时候 手上有冻疮 而女孩会很热情地手给男生暖冻疮 两人因此也是结下了缘分 上完这期的时候会给我暖手 给我揉冻疮嘛 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碰到女孩子的时候啊 就心里面会有悸动嘛 对她有点感觉 好家伙这两初中时机就开始情斗初开了 由于后来男生读完初中就辍学了 去上海学做了处事 而女孩考上高中还读了绩效 再读绩效的时候 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情斗初开至今有九年的感情了 因为女孩在安徽小伙在上海 异地恋毕竟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很快女孩毕业了 来到了男生城市上海 本以为两人可以步入幸福的爱情生活 没想到两人感情出现了信任危机 女孩嫌弃男生学历地 男生可能或多或少一点自卑 面对强势的女友自己一直忍气吞声 因为女孩来到上海 三个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都是靠男友养着从开煤窥待过的 但是男友暴露出的一幕 让人不淡定了 原因竟然是女孩没有出去工作 但却连两个人的租房家务都不愿意做 而男友做厨师却是挺累的 两人因为这些事情经常争吵不休 女孩还口口声声说 因为男生才会来到上海 难道不应该对她负责吗 这话是没有错 但女孩宁愿在家玩手机睡觉 也不愿帮着男友打理一下家里 这样的女孩是把自己当作公主吗 而一个男人要这种女人 是不是和单身没太大区别 还要更累更烦人 接着男生也为每次吵架还会跟女友道歉 暴露出惊掉下巴的一幕 不分清红皂白扔掉男友买的冰淇淋 在争吵时拿上什么都能往男友身上砸 开始这种事情真不是开玩笑的 要是烫到眼睛脸上这些要害呢 会不会遗憾终生呢 就这样嚣张跋扈的暴躁女 娶回家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吗 屏幕前的你愿意娶这种女孩吗 可过分的事情 并不仅仅只有这一事件事 因为两人认识很久了 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男生带着家人和彩礼 去女孩家里提亲 而女孩的哥哥却把男孩给轰出来了 难道这一家人都有暴力倾向呢 男生也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但这些原因不至于要动手解决吧 接着男生说的 在家呆着休息 是你非要拉我出去吧 我不愿意出去你呢 你把我摔在地下 摁在地下 都不让我起来 他起来 抄起那旁边有那个跟着往我身上砸 当时砸了我趴在地上 好半天才起来 你要是不动手 我能动手吗 好家伙男友只是想跟女友一起出去玩玩 但女孩去却不耐烦 男生只好以撒娇开玩笑的方式 按住女友本以为只是情人之间的小情趣 没想到女孩真的当真了 拿着凳子就是一光荡 直接把男友干趴在地 而男生事后也是一次 又一次的原谅女友 毕竟这份感情九年了 不想因此就分开 本以为自己的容忍和包容 能换来女友的好 没想到他却变本加厉 现在都跟前男友和人家暧昧不清 礼物都送到家里来了 甚至跟男生聊天都用上暗语了 我乐个去天长地久竟然成为了女孩与别的男人聊天的暗语 只要下一句不是街头暗语 就不会再发消息给对方 这让哪个男人能忍受的了呀 接着赵川逼问到这个暗号的用意 赵川对暗语一连猛 没想到一旁的徒雷老师直接拆穿了 经验告诉我们这件事绝对没这么简单 因为女友跟闺蜜聊天的 次数都没有这么频繁 这要是没有鬼为啥要用暗语 赵川都看了两人的关系 啼笑皆非问道 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容忍 这种女孩到这种地步的 男生也算是人间清醒的 而女孩此时此刻都还是那么嚣张 就算分手也要他提出来 男生没有资格提出 故事到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吧 不出意外男生是要跟女孩分手了 因为接下来赵川问到男生 男生已经找好借口了 一个男人宁愿说自己 被烫被老爸打的 都不愿意说是女友家暴来的 那最后九年感情 这个结局是真的分手呢 让我们看看老师的看法 首先点评的是周小鹏老师 你们俩现在还在上海工作是吗 对 那还住在一起吗 住在一起 但是我就是现在就 结果就不怎么回去吧 比如说三更半夜 回不了 我才会回去一下 我发现他在家的话 我能够去晚八待一夜 这种状态持续有多久了 挺长时间了 你要知道 机缘长得多了 它一旦爆发出来 那是你想象不到的 你是说他的机缘还是你的机缘 肯定我的啊 我被打了 他哪有什么机缘啊 初中时期两小无猜的年龄 相识相知到现在 胆出社会后经历过社会的残酷 不应该更加珍惜彼此 九年时间真的不容易 看男生场上笑着说话 可以看出男生是还爱着女孩的 女孩也是对男生有感情 但女孩强势要凌驾于人上的态度 非常明星 两人真要继续在一起 男生以后肯定要脾气变得更加好一点 更加包容女孩一定 多拿女孩就算是争吵吵架 也不能做颇开水拿板凳砸 这种比普通家暴更严重的行为了 两人的感情 其实都改改脾气 还是可以继续在一起的 接着是瞿为老师犀利点评 不应该在一起 太不合适了 你看啊 一开始是单相思 他在你心目中是女神呢 你心里极度的不自信 因为你觉得自己可能学历低啊 承诺人家的没有做到啊 这么一个女神到了我这 我没有给他伺候啊 本身就是一个很低的姿态在对的 而他呢 对你种种的作为了 他觉得自己吃亏了 瞿为老师发表了不同看法 他认为两人不适合在一起 女孩盛起凌人的态度 把男朋友根本不当回事 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就是因为男生没有伺候好的 让他心中不爽 从天长地久的暗语可以看出 女孩是想找给备胎 但却没遇到这么照顾他的男生 在他心里只有他有资格甩掉男生的 而不是男生来提分手的 相反的是男生应该是因为学历而自卑 相处的态度是讨好型的 并不是平等的姿态 但双方纠结这么久的原因 就是付出的没有得到 自己想象中的回报 所以建议两人分手是最好的选择 接着是图雷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 在固有的思维里面 男人打女人是零容忍的 但是女人打男人却被当作是谈情说爱 这个故事刷新了对家暴的认识 女人家暴起来比男生更加可怕 所以男孩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对于家暴的女人应该远离 接着图雷老师说的 女孩是母老虎的一幕 他才会动则骂动则打 他今天站在这里这个样子 我们是远远想不到 当他用开水来烫他的时候 他用板杖来砸他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母老虎的状态 我们肯定想不到 因为他现在此时此刻站在这 是很文静的 如果您有情感困惑 可以留言谈论 我们将尽力帮助到您 言归正传 母老虎在发威的时候 与在台上表现的判若两人 我们也许没有看到 家里是如何的残暴 但却看出来在台上的虚伪和平静 反观台上的男子 一脸疲惫憔悴的样子 相比女孩的神采一意 差距简直一目了然 而女孩今天不愿意分手 接下来土壘说明了真相 两人的感情已经被女孩的家暴 打掉了几分 已经所剩无几 如果要继续的话 两人都要为此付出比原来更多 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是不可以动手家暴 做好这一点呢 不如婚姻就成功了一半 最终他们会做何选择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真情60秒女孩 保证不会再打男生了 男生也包容到女孩 以后会更加关系的 两人都觉得给彼此一个机会 最后两人走出来那一刻 赵川还不忘调侃一番 图蕾老师也看到真心 悔改的两个年轻人 脸上露出久违的幸福笑容 也许这就是作为爱情导师 应有的大度吧 不管怎么样祝福他们幸福吧 对于女人家暴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谈论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陪伴 我们下期再见